亲爱的弟兄姐妹 主内平安 感谢主今天早上 给我们这么美好的一个早晨 也保守我们大家都平安来到圣所来敬拜祂 我们大家一杯心 请起立我们来敬拜我们的上帝 我们来唱主在圣殿中 圣殿中 唱主既在他一身边 圣殿中 开口的当初心 还我一人在主前当初心 当初心 在主前 当初心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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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听上帝的话语 耶和华有怜悯 有恩典 不轻易发怒 皆有丰盛的慈爱 天离地 何等的高 他的慈爱想敬畏 他的人 也是何等的大 东离西有多元 他叫我们的国犯 过犯离我们也有多元 父亲怎么样联系 他的儿女 也和华也怎么样联系 敬畏他的人 我们来唱赞美主圣明 大圆 节奏 聪赞 能拥抱 毁无赛 只冒决人生生 爱是谁能在主圣旨 为人手指舍舍 崇祭祭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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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祭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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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祝福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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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陈征徽教成事 阿弥陈征征 祝福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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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仍然站立 我们同心来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上帝 你有丰盛的慈爱 怜悯 恩惠 上帝 你在天上立定宝座 你的国同管万有 感谢主过去一周的保守与眷顾 是我们有着福分 都能够来到你的圣所来赞美敬拜你 谢谢天父 事与我国 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 慈爱的天父 弟兄姐妹们 今天来到你的面前 求你再兼顾众儿你们的信心 使我们在一切苦难压力试探中 仍然能够刚强壮胆 站立的文 求你帮助我们 明白你爱只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 以致我们可以拿出信心来 面对我们生命中的风暴 求圣灵时刻是我们力量 仰望主耶稣基督的 全人慈爱应许 永跑天路 天父 我们感谢你 今天早上你的仆人周金传道 在我们当中正道 求你恩高他的口 让他所传想的道 造就每一位弟兄姐妹 我们将以下的敬拜 交在主的圣手中 求圣灵应行在圣手中 愿纳我们的敬拜赞美 我们将谦卑恭敬的祈求祷告 是奉主耶稣正名 阿们 阿们 我们唱 荣耀祥 爱人荣耀的荣耀 为你扶持圣灵 扶持圣灵 祈祝这样 现在这样 以后永远也这样 永无终极 阿们 阿们 各位众请坐 接下来我们是起应经文 今天的经文是记载 马太福音书第八章二十三到二十七节 以我来取 大家来应 第八章二十三节 耶稣上了床 门徒跟着他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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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七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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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日传宗洋 才将救助荣耀宝 使我既已不归宁 不愿留下为自己 使我既已不归宁 不愿留下为自己 使我既已无不相生 全先为我入陌生 我远先已知所有 万全属主好永久 万全属主好永久 接下来我们举行奉献 我们同心来祷告 慈爱的天天父 感谢主十字架上的救恩 让弟兄姐妹们 因信靠你 成为蒙恩 有永生盼望的人 在过去的每一个日子里 你的恩典与怜悯 临到每一位弟兄姐妹 你也特别施恩给身体软弱 而不能来到圣所年长的弟兄姐妹们 今天 求主继续让我们有这个福分 使我们平安健康喜乐 感谢主 是我们日用的饮食 使我们充足无缺 求圣灵 建策我们的心智 给我们一颗善心愿意为主的旨意 线上为博的力量 天父 今天众弟兄姐妹 照着印尽的本分 甘心乐意地线上 给主 求主悦纳 求主是智慧给长士们 善用着金钱 来扩展你的教会 开阔你的国度 愿一切的荣耀 全病 尊贵赞美 都归给我们的上帝 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你们可以来到前面奉献 或者是上网 转账 奉献 好的 requesting 请洗礼 我们来唱三一颂 天使天君 赞美主义 赞美圣父 圣子圣役 阿们 先洗礼 我们白来 请坐 接着下来是由牧师来祈祷 然后我们去周京为众道来证道 耶稣平靖 风和海 我们请 牧师 永远平安 我们同心来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感谢祢带领我们每天的生活 保守看顾我们平安度过每一天 感谢祢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 在主耶稣基督里 感谢祢是我们的庇难所 是我们的山寨 是我们的唯一的依靠 是我们永远的寄所 感谢祢恩待身体软弱老迈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把林姿妹姐妹 写先为弟兄 陈树英姐妹 望赐福弟兄 望启昭弟兄 廖曼英姐妹 李林珊 弟兄 王美云姐妹 李秀坚姐妹 蔡柳之姐妹 我们都把他们交代 在主祢的恩手中 求祢恩待他们 祝福他们 祝福他们身心灵健康 求主也保守看顾 每一位今天出席的弟兄姐妹 求祢恩待身心灵健康 求主也赐福他们 求主也赐福他们 教会所有的事工 也交透仰望 在主的手中 求主你祝福 无论是 讲台上的事工 星期三 查经 祷告会 以往 的 圣公 求主 你都 祝福 弟兄姐妹们 都有灵命的 成长 宴主 你 都赐福 保守看顾 感谢你 吹听 我们的祷告 主啊 感谢你 赐下 丰盛的 话 能使我们 归正 教务 我们能够 属神的人 得 你 完全 以备 行各样的 善事 感谢 周经传道 今天能够 以我们来分享 主你的话 求主 你恩高 他的口 说出 你宝贵的话 是弟兄姐妹 都有明白的心 帮助 我们 正在 真理里 的 事实 使 周围的人 都能够看出 我们是 你的子民 愿荣耀地 归给主 你的生命 我们将 祈求感恩 奉主耶稣 基督的生命 阿们 感谢主 周静传道 今天要与我们分享 耶稣 平静 风 和海 我们请 周静传道 周恩姐妹 准备平安 我们 接下来 继续来 学习 马太福音 上星期 我们 熊牧师 教导 我们 学了 那些 未跟随 耶稣的人 他想要在 跟随的 耶稣的路上 那耶稣也说 天上的狐狸 地上的狐狸 有洞 天空的飞鸟 有窝 人只没有 枕头的地方 也告诉我们 跟随这条路 没有那么容易 需要也需要付上 很大的一些代价 同样也说 让死人去埋葬 他们的死人 也告诉我们 跟随 想要跟随的 这条路上 没有那么容易 那接下来 我们说在 作为我们 这些跟随了的人 我们已经 突破了这些 很多的不容易 突破了这些 耶稣所说的 这些障碍 我们已经 勇敢地 踏出了这一步 那对于 跟随的人来说 我们又会 面临什么 我们的人生 又会经历什么 那今天我想 跟大家来分享 透过这短短的几节 所以我取了一个 小小的主题 主啊救我们 因为我们看到 从经文当中 我们会发现 作为我们跟随的人 好像我们的人生 也同样会面临 很多的 惊险的时刻 不是说我们 很多的时候 我们告诉人家说 信耶稣 我们就得平安 将来得永生 在世你会享福 甚至你的事业会成功 你不会生病 那是真的吗 好像也没有 你作为基督徒的人生 我们仍然会面临 很多很多的挑战 经文就告诉我们说 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 就吩咐渡到那边去 耶稣上了团 门徒跟着他 突然海里起了暴风 我们看到开船 是耶稣的吩咐 耶稣吩咐门徒说 渡到那边去 然后呢 耶稣上了船 门徒跟着他 就表明 门徒在紧紧地 跟随耶稣 我们做基督徒 做基督的门徒 我们知道基督徒的称呼 是从保罗斯的 安提亚的教会 开始的 他们说 你们有基督的样式 你们在传基督 你们是基督的门徒 所以被称为基督徒 那门徒作为很多时候 跟着耶稣 跟着耶稣 身边学的人 他们更想 更是第一代的基督徒 他们上了船以后 我们看到 说海里突然起了暴风 甚至船被波浪所掩盖 那我们看到 在跟随的这条路上 门徒会经历什么 经历 风暴 他会经历 很多的 一些风暴 甚至呢 我们看到 经文说 海里突然起了暴风 说明这个暴风 它是来的是非常突然的 没有任何征兆 没有任何的警示 没有任何的提醒 然后呢 就有了暴风 甚至呢 当然 我们看中文圣经的时候 仅仅是两个字 暴风 当然你读其他的一本的时候 你读英文圣经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用了一个大的暴风 agreed 一个大的暴风 说明这个暴风 是非常的大 大到什么程度 大到门徒的船 他们觉得船都要被波浪所掩盖 大到什么程度 大到连船好像都要翻了 你要想耶稣的门徒 那是大部分是什么人 他们大部分是渔夫 他们本身就是打鱼的 靠打鱼吃饭的 可以说 驾船对他们来说 很熟悉 因为这个就是他们常用的 他们就是要驾着船出海打鱼的嘛 而且加利利对于他们来说 不是陌生的地方 他们常年在加利利上 海上去打鱼 一个熟悉的地方 又是他们熟悉的工作场所 那静文告诉我们说 连门徒都感觉自己 无能为力 他们觉得这个风暴 大过他们以前的 甚至超乎他们所能掌控的 而且更要命的是什么 对于他们来说 更要命的是什么 耶稣却睡着了 门徒的眼中看到的是什么 他看到的是 哇 这个大的风暴 带起了海里的这个惊涛骇浪 船 他们的船 你要知道他们的船是这样子的 是很小的一只船 不像现在的豪华巨轮 可以抵御大风大浪的 他们的船就是这样子的 这是在那个 以色列的博物馆中他们拍的 其实是很小的一只 就好像 可以说怎么形容呢 就好像大海里的一片树叶一样 随着这个大风暴的来临 这个树叶在 这个船在海中的颠簸 然后门徒感觉要失控了 其实这还不是最让他们害怕的 最让他们害怕的是什么 主睡着了 所以他们觉得心里没底啊 耶稣行着的该该多好 行着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前面 一只百夫长 一只百夫长的仆人 一只大麻疯的病人 甚至那个彼得的怨母一摸 那个热就退了 这些都是什么 耶稣醒着的时候做的 他大有能力 那睡着了的主还有能力吗 他感觉耶稣睡着了 那怎么办 所以这才是让他们真正动摇 他们信心的一个地方 主睡着了 加上外面这些这么糟糕的环境 让他们觉得自己的内心 开始怀疑 我今天是不是要死在这 他们的信心受着外面所有的这些影响 包括这些环境 而且他们认为主睡着了 所以他们说 主啊救我们 我们善命了 他觉得自己要善命了 因为什么 风暴太大了 主睡着了 好像失去了保护我的能力 所以他们开始有内心的这种恐慌 恐惧 所以他们 对主发出了请求 主啊救我们 我们善命了 亲爱的基督师 你有过这样的时刻吗 我们相信我们的人生当中 我们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风暴 你有过被风暴压得抬不起头吗 甚至你觉得好像主就不在你身边 你怎么祷告 你怎么呼求 好像都没有回应 在那一刻你都跟门徒 可能跟门徒的心思一样的 主好像是不是离我而去了 主为什么不在我身边 所以你内心的说 主啊救我 我们很多的时候 我们也会面临这样的境遇 我们落在不同的境遇当中 但是我们看到 我们的主真的不在身边吗 正如门徒所看到的 他们的主是真的睡着了吗 是想在那样颠 那个波涛汹涌 那个船在那个颠簸的时候 什么人能睡得着 那为什么基督说耶稣睡着了 其实是很 我在读这里的时候 我其实脑子里想的是很诡异的画面 你知道吗 大海里惊涛骇滥 船都在不停地翻 甚至要翻了 主却安然地睡觉 在我们常人看过来 没有人能在这样的环境下睡得着 谁能在这样的颠簸的 但我相信我们新加坡都是海岛的国家 我们都坐过船 当船在大海里有烂的时候 那个漂泊起来 尤其是你坐快艇的时候 在那个大海里漂泊的时候 那样的环境是想你能睡得着吗 你睡不着 但是为什么经文说主睡着了 但有人说耶稣前面的服饰太多了 太累了 当然也是有可能 耶稣自从第八章第一节开始 说他下了伤以后 他就一直的在服饰 他就一直的在服饰 当然服饰很辛苦 耶稣累了 所以睡着了 当然这样的解释 是可以称作为算是一种解释 但是你相信吗 什么人能在累到什么程度 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下 还是睡着的 我们更愿意相信 主他安然地睡着 因为他觉得这没有什么大不了 他是谁 正如金文最后所问的一样 他是谁 对啊 他是谁 他需要害怕这些吗 怕的是我们 怕的是门徒 怕的是我们 我们被外界的环境所影响 我们看到的眼中都是危险 风暴 动荡不安的船 还有睡着的主 门徒所看到的是这些 甚至当彼得 在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时候 彼得说 主啊如果是你 请让我也可以 主说你来 彼得上去了以后 看的是什么 看的是他脚下的惊涛骇滥 所以他害怕了 他开始往下掉 那么我们今天所看的是什么呢 当你所面临在困境你的时候 你所看到的是什么 是让你透不过气来的这些外部的环境吗 是这些影响你所有你 信心的这些外部的因素吗 你可能会遭遇很凶险 你也可能会遭遇很惊险 我至今记得 当我生病的时候 我躺在病床上 我读到唐崇荣牧师的有一句话 我很得安慰 他说如果 上帝今天接你走 怎么样你都留不下来 哪怕是给你世上最好的药 最好的设备 最好的医生 你都留不下来 但是如果今天上帝不接你走 哪怕你再凶险的环境 最后你可能靠的 可能是一个小小的东西 他说可能是小小的药丸 或者是小小的什么东西 反正不管你所面临的是如何的凶险 最终你都能活下来 为什么 因为上帝没有要去接你走 所以今天我们所面临的 很多的困境 我们落在里面 是因为我们被 外界的这些环境所影响 所以我们很难走得出来 我们的眼中所看到的都是困难 但是 门徒教会了我们一句很有用的话 主啊 救我 这是把我们的目光开始转变的 让我们的目光可以从 外部的环境开始看到真正的东西 谁才是那位掌权的主 所以接下来我们看主耶稣怎么说 耶稣说你们这小心的人啊 为什么胆怯呢 于是起来赤则风和海 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 我们看到耶稣 起来说的第一句话是 你们这小心的人啊 为什么胆怯 信心跟胆怯 其实是合在一块看的 在胆怯这原文的 用的是形容词 形容什么 形容你内在的生命的观景 形容门徒内在的生命的观景 是缺乏信心的 他们为什么缺乏信心 因为他们的眼光被外界所 外界的这些惊险的东西 惊险的事物 所遮盖了 就好像我们戴眼镜的人 我们都知道 当我们从山场里 或者从室内出到外面的时候 你的眼镜上会什么 会起雾 你就看不清楚了 这正是好像 你处在 转化到另一个环境的时候 你的眼光就受影响了 当你从室内那么舒适 温度低的环境 一下出到外面 很炎热的时候 你的眼镜就起雾了 你的眼镜就起雾了 让你看不清前面的情况 当然这也是我挺不喜欢戴眼镜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所以我现在也鼓励我的孩子 我说你要保护好你的眼镜 戴上眼镜很麻烦 你看你要不停地起雾的时候 你要擦拭 为什么 因为这就是外界带给我们的影响 会让我们的目光受到影响 但是经文告诉我们 我们需要转化成我们的目光 当我们在读经文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里用了短短的四节的经文 出现了两个重复的字 一个是起 一个是大 你读英文圣经的时候 你会发现会更明显 当然和和本的圣经翻译 有时候会比较优美 但是他优美的时候 他就会没办法去更多的去体现 这个原文他要表达 原来作者这样写 他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你读英文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A great 大 还有是什么 A cause 起 前面是什么起来 分爆起来 这里呢 耶稣起来 分爆起来的时候带来什么 大的暴风 A great dream 大的暴风 那这里带来什么 耶稣起来的时候带来什么 带来大大的平静 马太让我们光注到 我们的眼光应该看哪里 马太是时刻的提醒我们 我们的眼光应该看在哪里 我们的眼光应该看在 主身上 你不要觉得主睡着了 他是大有能力的 因为从第八章开始 你就记录着 当他在 耶稣在五到七章 登上宝训奖王以后 第八章开始 他就进入了 他显大能力的时候 这一桩桩的事情 这一件件的神迹 都在显明 耶稣是怎么样的人 所以马太提醒我们 眼光要光注在哪里 而且当我在读 英文版的圣经的时候 我在看到 从第八章 我一直看到 第九章结尾的时候 我看到 有一个字 Behold 这个字 在短短的两节经文里 出现了九次 这什么意思 就是看哪 马太说看哪 看什么 马太呼吁我们看什么 马太呼吁我们 看这位行大能的耶稣 而且当我查考 整本圣经的时候 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 就Behold 这个字 整本圣经出现了 一千零六十九次 其中 你猜旧约出现最多的书卷是哪里 旧约出现最多的书卷是耶利米苏 新约出现最多的书卷是 马太福音 就不得不让我们把这两件书 并在一起看 而且你会发现 耶利米苏是 马太是深受耶利米苏影响的 他开头用了耶利米苏的经文做开始 结束用了耶利米苏的经文做结束 马太在提醒我们什么 耶利米苏要表达什么 耶利米苏在表达 他们被捋 王国被捋的时候 处在那种艰难的环境下 一种盼望盼望那个将来的米苏出现 那马太要表达什么 马太说看啊 看什么 看耶稣 耶稣就是那位荣耀的米苏 他是大能的主 你的眼光应该看在耶稣的身上 不要被世界所影响 不要被周遭的环境所影响 你要看耶稣 如果你看向周围的环境的时候 你都会害怕会跌倒 以色列人就是很明显的例子 他在旷野的时候 看的是什么 看的是没水喝 没肉吃 所以他们埋怨 但是他们经历那么大的神迹 所以 因马太在提醒我们 我们的眼光 尤其是当你处在分爆当中的时候 你的眼光 在耶稣那里 我们的眼光应该看向耶稣 所以马太不停地用抗哪 这告诉我们 我们要看耶稣 不要看周围的环境 看环境你会跌倒的 看环境你会害怕的 为什么 因为环境真的很凶险 正如门徒所遇见的环境一样 凶不凶险 很凶险 这是很凶险的环境啊 因为我从小在海边长大的 我知道每次台风来的时候 那个是很吓人的 那个海里的烂卷起来的时候 是很吓人的 更何况他们这么小的渔船 在那样的环境下 是很吓人的 但马太提醒我们 他也在提醒门徒 眼光看哪里 你不要觉得主睡着了 那样的环境下 没有人能睡着 那为什么主人能安然入睡 他是荣耀的米赛亚 他是大能的主 这种环境对他来说算什么 所以你看耶稣起来的时候 赤则风和海 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 这是一个神迹来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 对于我海边长大的 可能新加坡 我们作为新加坡人也能明白 因为浪起来 风起来的时候 海里才会有浪起来 风停了以后 浪会不会马上停 浪不会马上停的 浪是逐渐逐渐的平复下来的 因为当风停了以后 浪它是逐渐逐渐的平复下来 最后平静下来 但是经文说 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 你看耶稣的能力 连风和海都要听从他的 我很喜欢这首英文的诗歌 翻译成中文就是脚印 或者是沙唐上的脚印 写的是什么 写的是一个人 他跟耶稣 两个人在沙唐上漫步 沙唐上留下了两个人的脚印 走着走着走着的时候 只剩下一寒的脚印 那个人就很奇怪 当他去看他这一寒的脚印的时候 他发现这一寒的脚印 都是在他人生最困难的时候 最艰难的时候 面对各种风暴的时候 他发现只有一寒脚印 于是他很愤怒 他跑去问上帝 说主啊 你不是说跟我一起同行吗 为什么在我最难的时候 你却留我一个人 我很喜欢下半部分 主回答他的 主说孩子 请你回去看仔细 那一寒的脚印 不是你的 是我的 当你害怕软弱 走不动路的时候 是我背着你在前面走 是我背着你在走 所以砂糖上只留下了这一寒的脚印 这是很美的 我每次读的时候 我都会深深的感动 为什么 因为真的我们经历过这样的时候 最难的时候是主在背着我们走 是主在推着我们走 甚至背着我们走 就好像前几天我岳父的这个事件一样 首先也谢谢大家 一直帮忙的带导 他的情况确实有很大的好转 从他前年被查出来 肝癌的时候 甚至是肝癌末期 我们整个人家里 所有人都懵了 都傻了 因为什么 因为他很养生的一个人 他又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 不抽烟不喝酒 也没有什么通宵熬夜的什么习惯 就很难想象 而且他每年都体检 在他查出来这个的时候 上半年他还在医院里住进去 住院住进去 为了彻底检查身体 住进去 查了一遍 都没事 结果下半年的时候 他为什么被查出来 因为他那个肝癌 导致他那个肝破裂 以至于他 整个人就 他自己说眼前一黑 人就说不上话了 就昏迷的 因为肝癌破裂就出血了 人都要失去意识 然后家人赶紧把他送到医院 然后医生检查说 才检查出来这个 最后医生 跟我们家人说 回去 最多三到六个月 但是他 靠着主 活了一年 多三个月 现在又迎来 整个 换 换肛的 机会 当他第一次 医院里出院 回来的时候 我们问他 害怕吗 他说 他说那一刻 其实他挺平安的 当他被送到医院的时候 当他肝破裂的时候 被送到医院的时候 他说 主啊 你要么救我 你要么接受我的灵魂 但是很感恩的是 这一路的走来 都让我们看到 主大能的痕迹 包括他这一次 换肛的这个经历一样 因为医生 就早一天通知 家属说 有一个肝源 你们要不要 而且呢 但是呢 这个肝源 有一点瑕疵 我相信 可能也因着这一点瑕疵 可能很多人拒绝 他就问到我们的时候 他说 你们要不要 我们其实还没在决定 你知道吗 我们这样的环境 家人做决定 是很难的 你要还是不要 我们很容易被外解 我们考虑太多 正如门徒 所在船上的经历一样 他会看到的东西太多 要吧 好像有一点瑕疵 不要吧 又自由是个机会 如果错过了 很难再有这样的机会 所以我们就说考虑一下 我们先往医院走 我们先去医院考虑一下 然后路上我们考虑一下 然后呢 到了医院做各项检查 如果真的很匹配 我们就要 就是那一刻 我们所有人都在很纠结 到底要还是不要 后来我们就说 我们就祷告 主啊 你替我们做决定 因为我们真的知道 我们很难 你救我们 你救我们 你既然救我们 你就必救到底 其实这一路上下来 其实我们 其实后来感恩的是 主替我们做了决定 因为这一路下来 没有让我们做决定的机会 他从家里往医院走的时候 因为我们 开车开到医院 也要将近四个多小时 将近四个来小时 开到一半的时候 医院里就打电话来 说你赶紧来 赶紧来 我们就可能想到 可能那个是捐献者 可能他的生命就很紧张了 赶紧来 然后呢 下来高速又入主 医院说 你到哪里了 他们说还堵在路上 医院说你赶紧叫交警 帮你们开路 但虽然没有 赌到连什么 赌到连交警都上不来 赌到连交警都上不来 实在没办法 那我弟弟就开车 慢慢地挪 挪 就一个一个空位的挪 那也很感恩 别人也都愿意让我 然后就慢慢地挪挪挪 然后一路 车开到医院里 开到那栋 他要做手术的那个大楼底下 然后呢 到门口 所有人都准备好了 你知道吗 就我们没准备好 所有人都准备好了 就我们没准备好 医生 护士 包括手术室 所有人都准备好了 就等他 到了以后 医生说 病人在哪里 后面 就赶紧就拉走了 那我岳父醒了以后 他说 我感觉被人绑架了一样 说 因为他来了以后 所有的他说 我的抽血 也是在手术里 是偷的 换的衣服 也是那个病 做手术的那个病服 也是在 手术室旁边换的 就好像被绑架了一样 他说 然后打了麻药 我又什么都不知道了 睡了一觉醒来 刚都被人栽走了 他说 我就被绑架了一样 对于我们家人来说 就没有你思考的机会 他被拉走了 然后呢 手术都开始了 然后医院开始通知 你们去办入院手续 你们要缴费 你们要干嘛 所有人都在买着 这些事后的东西 你们要手术签字 你赶紧去医生那里 补签 你那个手术签字 你要缴费 就让我们看到 神是大能的主 你要有信心的投靠 就好像众人说 这是怎样的人 连风和海都听从他的 你所投靠的是谁 你所投靠的是全能大能的 米赛亚荣耀的主 他大有能力 你还害怕吗 你还用害怕吗 他虽然睡着了 但他永远与你同在 耶稣进前来 对他们说 天上地下 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这是马太福音最后写的 二十八章的最后的 他说所有的权柄都赐予我了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你感觉不到主吗 你看不见主 因为我们信心不够 但主没有离弃我们 他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你还用害怕吗 你只要有信心的仰望就好 你只要有信心的投靠就好 正如中马田牧师所说的 他说克服心中恐惧的 唯一办法 就是耶稣基督 只有认识耶稣的本性 和他的荣耀 你内心的恐惧 才会一扫而光 我们只有在认识到 真正的我们的主 那个大能以后 你才不会那样恐惧 你才不会恐惧 你有时候感觉 好像主不在你身边 你被这个世界所侵扰 但是主不受影响 他已经胜过这个世界 对我自己来说 最感受最深的一次经历 那是我去年牧师的时候 我跟着牧师 去一个信徒家里出偶像 我和他家的偶像真多 我们租租帮了上大车 租租帮了上大车 帮完以后 我回到家里 然后呢 晚上我洗澡的时候 我就感觉开始不对 我这个手臂抬不起来了 手臂抬不起来 我以为是今天可能 太久没运动了 要帮那么多东西 有些也很重 可能是拉到了 或者拉伤了 所以我就想早点休息 恢复一下 所以我就早早地上船休息了 我躺下来以后 我发现 情况没有好转 反而慢慢严重 刚开始是右手 然后呢 左手 慢慢上半身 都不会动 脑子很清醒 你都听到孩子在外面客厅里 在说话说什么 然后他们 因为我妻子在国内嘛 那时候他父亲刚查出来 这个抱出来这个事情 所以他回国照顾了 就我跟孩子在治病 他们在跟他妈妈打电话 脑子都很气息 就是全身就慢慢开始动不了 然后呢 他妈妈问他说 爸爸呢 他说爸爸今天睡觉了 他说 怎么这么早开始睡觉了 我知道我很想 很想叫他们 但是 说不动不了 说不出话 然后我儿子看我 睡觉了 他以为我睡着了 他还很贴心的过来 帮我房间灯光了 我灯光了 然后我一下子黑暗了 你知道吗 哇 我说完了 今天要见主面了 然后我脑子里就是想 怎么办 今天就见主面了 孩子怎么办呢 想越想越想越想 脑子越来越重 越来越重 后来我真的 感觉不行 我就跟门徒一样 我说主啊 你救我 你救我 我有 你是大能的主 你胜过这一切 做完以后 我就 没知觉了 我就睡过去 可能睡过去了 当我第二天 醒来的时候 我看见太阳光照过来 照进屋子里的时候 站在我船上 我手指这样一看 那个阳光 透过手指 照下来的时候 我感觉 哇 很亲切 那种重生 被上帝救赎 重生的感觉 很真实 我相信我们 我们每个人 都有过分烂 你的人生 一定会出现分爆 当时在分爆的时候 马太提醒我们 我们的目光 应该看向哪里 耶稣也知道 我们的软弱 我们常说 我们的眼光 应该看耶稣 那耶稣的眼光 看哪里 你知道吗 马太给了我们答案 这个是我昨天 前天 做那 看经文 因为我在 我在 我要讲嘛 所以我又再次的看 做灵修 我就看到这件经文 我真的很安慰 我们常说 我们的眼光 看耶稣 耶稣看哪里 马太福音 第九章 三四六节 就给了我们答案 他说 他看见许多的人 就怜悯他们 因为他们困苦流离 如同羊 没有牧人一般 你看英文圣经的时候 你会发现 中文圣经用的是 困苦流离 因为这些人是什么 情况是困苦流离 但是你看英文的时候 你会发现 英文的翻译 我觉得更加准确一点 他用了 两个字 你可以去看 第一个是 被骚扰 被打扰 第二是 是无助 主看的这些人 是什么情况 是被各种因素 所骚扰 所打扰 现在无助理的人 你安慰吗 我们的主 没有看任何东西 他看的是这些人 就是处在患难中的我们 主的目光一直看着我们 主的目光一直看着我们 你相信 这是很感恩的 读到这句话 都是让我很安慰的一句话 我们都说我要看主 主看哪里 主看我们 世人都知道 两眼相对的时候 会产生什么 男的看到女的的时候 女的也看向男的的时候 往往产生什么 产生了爱情 这是世人说的爱情 一见钟情的爱情 但是你会发现 主给我们看到一种 属于他的爱情 你看向他 他一直在看着你 这是很安慰的 这也是让我们 可以有信心的 呼求的一个 最主要的因素 可以建立我信心 投靠一个最大的因素 我如何改变 我这个现有的困境 也许你处在 人生的艰难当中 也许你处在 人生的苦难当中 你正在经历 很多的难处 马太告诉我们 不要害怕 借着祷告呼求 借着信心的投靠 因为主在等着我们 抗向他 主在等着我们 把信心投在他的身上 他就救赎我们 所以神给了我们一条 得救的路 正如门徒所喊的 主啊 救我们 我们快散命了 你也可以跟主喊 你也可以跟主祷告 主啊 救我们 我很难 或者我坚持 我好难 我好难过 我好伤心 都可以 因为只有把你真正目光 开始转向到主的时候 主的爱 才会真正的经历到你 真正的改变到你 这也是我们信心的开始 如果你看环境 你的信心一定跌倒 一定胆怯 但是看我们的救主 你的信心一定会建立 因为他是荣耀的主 他是荣耀的弥赛亚 所以也盼望 各位弟兄姐妹 如果你有 处在这样的日子里 你 过的日子顺利 我为你感恩 如果你过的日子不顺利 我也为你感恩 因为主给你开了一条路 让你得救的路 你借着呼求 借着信心的投靠 主一定让你经历到他的爱 最后我们请来祷告 求神伴助我们 天父 我们向你感恩 因着经文 你借着马太 在不断的提醒我们 我们要将目光做转变 以前我们看环境的时候 我们会软弱 我们会胆怯 但是马太提醒我们 我们要看向你 虽然 门徒看向你的时候 你睡着了 但是你依然是那大能的主 你可以在困难的 在那样的环境当中 昂然入睡 因为你是全能的主 那些都丝毫不能伤害你 同样你说你已经胜过这世界 你与我们同在 所以当我们把目光 投向你的时候 你依然会康顾我们 因为你的目光 一直在仰慕地 注视着我们 这是我们很感恩的 主求你也真的 帮助我们 或许我们有的弟兄姐妹 正在经历 这样的日子 求主 也借着今天的信息 可以提醒他 你开了一条 就我们的路给他 就要让他将这信心 将这目光 转向你的时候 你的爱就吸引到他 你的爱就会经历到他 你的爱就能带领他 走过这一段 人生的分泡 主 求你也真的恩待我们 你也祝福我们 看顾我们的日子 正如主导文所教导我们的 你救我们脱离那儿子 你也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谢谢周传达的信息 我们来唱另外一首诗 来回应今天的信息 小事上忠心 请大家起立 小事上忠心 小事上忠心的人 三文字幕志愿者 约见 人前 人后 一样努力 开心 乐意 开心 乐意 照住的 话语 三文字幕志愿者 非常愿意 赞全声 五文字幕志愿者 它经常 然后一份 如今 五文字幕志愿者 若 三文字幕志愿者 祂 无论事情大火销 半生只求专心为著作 已能帮助此故障 小时上能忠心的人正有知悔 主看回报回在大事上也做得美 人前人后一样无敌 担心了意找出别话语 这样才能到处欢喜 不要只听人说好 无论事情大火销 半生只求专心为著作 已能帮助此故障 天人 此至今 请大家 仁安站立 我们请牧师来祝祷 请坐 接下来是报告 我们在报告之前 我们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 今天我们有三位新来的弟兄 来参加一起敬拜 他们是何连来弟兄 请你们站起来 黄明珠姐妹 以及何其黄姐妹 欢迎你们来 继续来跟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 感谢主 接下来有几项报告 第一是下一个主日的主讲 讲员是陈伟伯牧师 他将跟我们分享 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图 经文起自马太福音书五章 三十八到四十八节 星期三的 查经祷告 照旧 在线上 七点半 一月二十四日 请弟兄姐妹 永远来参加 另外一个提醒是 加利利堂的圣经营 就是今年的圣经营 是在六月十二到十五日 请你们把这个日期记下来 需要申请假期的 请你们尽快去申请 我们的地点这一次是在印尼的 玛丹岛 The Harris Resort 讲员是 庄彼得牧师 主题是 彼此建立德行的事 罗马书 十四 章 请大家 尽快去曝明 今天早上的机会就到此为止 请大家默倒散会